大家好 我是Kerry 湾高华地產經紀 今天回到Concord Metro Town 主要想跟大家有幾個更新 一個是West Tower和Central Tower都賣了 另外說下一個Release Grand Tower 我猜猜它將來是怎樣 趁現在比較靜就跟大家拍攝更新 另外會去Show Room 之前第一條影片的時候 Show Room還未到100%準備的時候太早 今天也會去補充當初拍不到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是之前那條影片大家見過的Central Tower 已經賣光了 另外這個是3月中賣光了 5月中的時候West Tower也很快地出現 也很快地賣光了 這兩棟就出現了 現在大家看到這棟透明的 還未準備去賣的就是Grand Tower Grand Tower樓高65層 65樓是Pent House 不過是牛角度多餘 把旁邊Tower樓高是45層 加上前這架設計的東西 可以當它48-50樓 West Tower是33樓 還有上面是3-4層的高度 Grand Tower樓高65層 是整個溫哥華最高的建築 本身Matchel Town坐落在高位置 再建一幢高楼出来 便会很开放 说回方位 我现在站在面向前面 就是Kingsway 所以我是向北 这幢建议是三幢最东边的建议 所以它向东这边就没有遮挡 而在西面就会有Central Tower和West Tower 所以楼层矮一点 正西就会有遮挡 大家会看到它在开放的位置 东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建议 东南这边 未来Matchel Town的发展会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它的松林是可以再建高楼 但什么时候建就未知 它是可以看到六湖 如果是东北边的话 北边可以看到很多山 东边那边可以看到很远 因为这边的高楼是不多的 在西面可能遮挡会比较多 大家可以想象到 但当你超过了45至48楼的高楼之后 其实这些部份就会极之开放 可以看到很多景观 之前Central Tower和West Tower 卖楼的流程 尤其是West Tower 最近做的 它是有兴趣的朋友 要去做Suite Preference Form 要有你的ID 你的资料 还有也会要5000元的币 或者Band Draft 在一个Photocopy 给了Concord 去做一个Appointment 等到它真的可以卖 之前 它就会联络我们 去尝试安排到 Writing Appointment 给我们 而它卖的时候 整个流程也是很紧密 就是不能拿到单位 慢慢想 基本上是当刻 你要决定要不要这个单位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你再找我吧 其实整个Show Home里的Layout 之前有一条影片 是1月底 那时候已经设计过 不过当初因为太早 所以有些东西 例如玻璃幕墙 是未装好的 现在它的Show Room 真的完善了 我们再很快 看看一些特别的feature 和大家recap一下 首先 如果我的单位许可 都会在门口 装到SIM Closet 每个Unit都会有SIM Closet 但门口就不一定 SIM Closet 都会包在柜里面 但未必用回这个模式 可以除臭除菌 另外 Layoutry 即许可有Layoutry Room 做了Size by Size Laundry 它会这样放 洗衣机、干衣机 然后会有Quartz的台面 和上面也有Organizer 放东西 这边也有可以挂衣的位置 我们看看洗手间 首先它有两个颜色 一只是Kramer 黑色比较深色 深灰的台面 配这些米米绿绿 我不知道这颜色是什么 櫃面 它的手掌 包括水龙头制 挂毛巾架 还有水龙头 水龙头 全部都是银色的 银色的配色 另外一只颜色 是Gridul 櫃面是深色的 这些手掌 都是深色的 桌面是淺色的 它配上水龙头 布巾架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包括这些 整个花灑头 整条通都会比较深色的 这两只颜色的配色 所有的地砖 和长身颜色都会是一样的 所有的洗手间 都会至少有两面墙 全面墙铺砖 这里有一面 两面墙 这里有三面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它有浴缸 或者shower stone 那么长的 套进去的位置 让你放的护发素 肉盐 蜡烛等等 这里是铺了一块石银海面 这些砖 都是比较大块的砖 比较以前的小砖 一大块的 好 地板的砖 大家可以看到 是大块的砖 好 好 然后就是说一下 closet的 feature 这个是walk-in closet 无论是walk-in 还是推门的closet 都会有整理器材 在里面 会有柜筒 会有放东西的板 也会有一个可以放褲的褲架 是的 当然上面挂三位都会有 如果你是推门的closet 也会有LED灯 大家看到门是关了 等你开了之后 sensor light就会亮 随后会有LED 甚至在这些下面 也会配有附架给你的 我们看看厨房 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厨房的颜色是kramer 所以水龙头是银色 台面是深色 台面是石鹰 两边都是一样的阔度 back splash都是同一个材 也是同一个颜色系 櫃面有设计 讲讲它的电器package 全部都是mila 除了微波炉 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裂套是两房三房的 所以它大部份的电器 都是30吋的烤炉 oven在这里 然后30吋的gas炉头 上面这个抽油烟机 都是mila 冰柜 这边都是30吋的 上面是冰柜 下面是冰柜 下面两格是冰柜 上面的 那些扇子都是银色 小碗碟机 就会是standard 24吋 也都牌子是mila 它只是微波炉 是第二个牌子 panasonic 然后大部份 都是用柜桶来作为设计 那就比较实用 而且柜桶里面 通常都会包装 这些organizer 给你放东西 踢它一下 它就会出来了 你的手很骯髒的时候 就不用脱手套 这些东西 就可以扔垃圾 这几样都是厨房的feature 好 地板 地板全部都是laminate flooring 它是用比较阔身的地板 不是太多show room 或者不是太多project 现在是用这一款幅度 颜色的话 无论你选cremor 还是选gradual 都是同一款颜色的地板 楼底方面 全部都是9尺楼底 9尺楼底 这里是10尺楼底 9尺楼底的高度 是这里 我走到露台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高度 就是9尺楼底 上次第一条片 露台的位置 是未完善的 屏幕还未来 只有一个小小的钉帽 在外面 现在它安装好了 所以再带大家看 多一次 可以完整点和大家介绍 首先要留意到 在客厅位 其实不单止客厅 每一间房间 这一栋楼 或者这三栋楼的设计特色 都会是没有窗 什么是没有窗 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这样 好像落地玻璃 大块落地玻璃 它全部都是可以推拉的 sliding door 所以大家要休息的话 其实可以开一条门缝 或者开大门 而且它每一个有这些握手 都可以上下向上 你可以设置到某个固定的位置 可以设置到某个固定的位置 现在我们是全部关闭的状态 我要开 大家可以看看 它可以开到最尽的 它的屏幕 可以合成同一块的长度 这边一样可以推开 如果大家买的是两房 大部分的两房 之前的West Tower和Central Tower 看到的都是玻璃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玻璃 而且刚才我推的时候 就不用太用力 它也做得挺滑的 然后你开了sliding door之后 你就会发觉 好像是无缝接壳 高度是差不多的 当然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地台 是有一个轨道的位置 让它的门走 出来的露台 大家看到 它不是确定的屏幕 它是铺了tiles 这是铺的砖 然后除了这东西之外 天花板有这些 好像木纹的设计 这些就是暖气的出暖风的位置 这个是用电的 所以就变成管理费里面不包 还没说管理费 管理费的话 六毫子一尺 就是包你这个单位的冷暖气 然后也是包含油 所以煲汤是包的 室内冷暖气包 这里其实是室外 所以如果室外 你需要用到这个暖气 就用自己的电费 这两个是主要的特别 第三个重点 就是这些 glass panel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全部属于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开架还是关闭状 总之现在用完 这些 glass panel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glass panel 是在里面这个位置 它外面还会有栏杆 所以对业主的责任来说 栏杆以外是stratta的东西 这里面的 glass panel 就是你自己的 当你买了个 unit 回来之后 现在全部属于锁了的状态 因为这边关闭了 之前有设计过 其实它有一道门 在角落位 所以如果你买的是corner unit 你会不止有一道这样的门 可能有两三道 楼底 这个位置是9尺 它的玻璃是7尺10寸 这一块是10mm厚度的 强化玻璃 其实它每一块玻璃的顶和底 其实都会有一个铝盒金 来包住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下面这些位置是铝盒金 每一个摺口位 这些是镯 除了这一点外 还有条高边 所以当你把它迫在里面 都有一少少挡水作用 然后大家看到 每一块 glass door 它也有扣扣 之前是没有的 而且你不是随时都可以动它 必须加入轨道 你才可以把它拖 如果我刚才脱了轨的 出来后 其实我是拉不到它 我一定要是放进去 它缩了 可以移动它 它进去的时候 你就前后拉到 拉不到出来 你只能够左右推 这个手掌也是铝合金来的材料 这些位置是一些胶 所以大家如果发现 当你每一块玻璃拍完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听到声音 其实这个不是玻璃撞玻璃的声音 因为玻璃和玻璃之间 其实是会有一个胸隙 它就算拍到最迷都会碰不到 大家听到一声 它撞到下面 真正接触的是这个胶的位置 它们互相撞到的声音就是这样 除了这些镯 它一定有一块 大有锁的出现 其实它是有三个树 它会摘着玻璃的 大家看到有条威亚 还有这边有个锁 首先这边有个锁 拉动这个锁的时候 这条位置就是把上下的树 其实可以帮你固定的 当然了 你也是可以锁住它 等你锁住了之后 就算你去盘动这个把手 你也是不能拉出来的 其实它的握手位 是有一个胶粒在的 黑色这个 就是有缓冲的撞击作用 但是因为始终都是玻璃 即使它是强化玻璃 大家也要小心握手 不要大力地拍起来 因为如果你很大力拍起来 这个锁的表面也有机会撞到 所以我想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用的 将来都可以加一颗胶粒 这样就安全一点了 好了 到第二块开始 进入一个树位 好了 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声音 同样地 又是来自下面这些铝合金的撞击 主要就是两个铝合金之间的撞击 这个上面铝合金的握手 和这个锁之间 其实它们是触不到的 包括玻璃 大家可以看看 无论是哪个方位去撞的话 都会是下面这两个 好了 如果大家想长期将这些玻璃 都是属于将它摺起的状态 可能想多些新鲜空 可以进入 我们现在放四五块 也会有朋友问到 买了随风摇摆 很可怕 其实到时候会有一条这样的绳 它是否装在里面 我们不知道 将来未必装在XL这个位置 但这个想法就是 可以用这个扣去扣住玻璃 然后可以拉住一条绳 用这个扣也是有技巧的 最好是有一个水平的距离 不要有斜度 不然你向上拉 可能会掉下来 即是有一个最短的距离 拉住了 其实它就可以控制到这个玻璃 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摇动 即是不会一片片吹到铛铛铛铛 现在我站在这个露台位 有沙发 有桌 这个位置大概是180呎左右 如果你是在买两房三房 轮廓一层 你还会有些走廊 例如我身后这一条走廊 大概是80呎左右 如果你是维园的 有两条86呎左右 然后旁边也有这个 镑板包围 然后你开了暖气 其实你就会很用适 就算你不开暖气 如果你是一些春夏天 凉凉的 即是十几度的时候 其实只要你包了玻璃 里面都会暖很多 那你就可以不用每次出来 都要穿好厚的衣服 一房的露台 就很少会有wrap around 通常就是一个这样的尺寸 都有180呎 就像这里 最后再补充一点 有关于class panel 它是大块的 所以如果没有风的时候 就会是这样的状态 大家都会明白 始终如果你有风的话 是会听到声音的 声音可能就像你动 有少少这样的声音 最后再提到一件事 阿基仔我老公 他说想我提提大家 因为它是玩滑浪风 烦的 因为它也大块 大家看到这么高 比外人更高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食封面 所以如果大家平时 风和日丽的时候 要 access它 就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刚好那一刻 是刮风 即是大风的话 大家去move它的时候 然后就要小心 你不要站着直风 那一声碰到自己 就不好了 那你就会遇到 你和它之间有一个距离 就会好些了 好 再补充一点 大家看到现在 玻璃幕墙中间 圈住的位置 是有一个空隙的 其实到时候大家 无论是一房 还是两房的单位 都会看到 有一个这样的 好像一块玻璃 那么大的 室内的室内的广度 是刮了出来的 原因是因为发展商 这边也要确保 外面是室外环境 以及是通风的 如果全部关闭 变成室内 就可能会计入职了 银桌面 以及组织器材 包在里面 这个是launchery的功能 这个可不可以说一次 因为我听了一下 洗衣机 OK 好了 那如果那个Lateout许可 你是有一个房 或者可以做到 side by sidelaunchery的话 那你平排我洗衣机 干衣机 会有一个 对 我以为你讲随便 怎样知道这个 我讲一下不知道 OK 好 那这边先听一下 我不知道 那边是变得 OK 再来一次 好了 如果那个织器是许可的话 可以用这个扣子 去扣住玻璃 然后可以拉紧一条织 当你拉紧了之后 就是封的那些是确实了 所以 这样怎么办 为什么拉不紧 我觉得 斜 OK 好 不要这样拉上去 一跌下来 一定是最短的距离 那用这个织器 其实也是有技巧 OK 这里不计线 大概面积是160尺 大概的面积 这里我站的位置 有梳化有桌 其实是160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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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80尺 那 那 OK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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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怎么说 看到荒廷上面的面积 那 我跟你说了很多废话 好了